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這次要開箱的應該是眾所攜帶的MK39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外盒 陳其一樣就是一直都沒有設計感的外盒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外盒的部分 再來我們把它打開 那後來外盒都改成這樣子 這樣子你也不曉得這個到底有沒有開過 這其實還蠻正常的 其實很多玩具的外盒都是這樣子 以前人家還在乎封條有沒有開過之類的 其實後來都改成這樣 那這樣其實你自己檢查或是怎樣比較方便 因為你也不敢保證說你買來之後 在保固期之後打開會不會有缺件 所以通常建議還是在保固期之內把它打開 以免你買了之後有缺件 就真的是得不償師 就算是全新未拆 買了之後還是缺件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那它裡面其實分了兩層 一個就是主角 一個就是 複蛇管的底座 那第二層我就不開了 然後再來就是電池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基本上所有的幾乎都一樣 後來包含 NK17 NK33 這邊幾乎都是一樣附的部分 那 只要是複蛇管的 它就是cost down 就是把那個價格省下來 所以 底座就是不會亮的 好這是比較 可惜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電池我已經先裝上去了 主要 這一支亮燈的地方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所以讓大家看一下 所以電池我已經裝上去了 那 方便大家可以看到 燈光鏽 好那首先我們把主體拿出來 這支附的 手勢 就是其實後來附的手勢幾乎都是這樣子 就是很單純的 一組是握拳的 手勢 然後一個是就是所謂的發炮手 那這也是不能動的 好那再來呢就是一個可動手 所以這支附的手勢也是這樣子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還附了一個面具 那面具呢兩個差異在哪裡 一個就是 面具基本上是 上外太空因為太陽很大嘛 所以他把它遮起來是不透光的 所以一個面具是 不透光的一個面具是 會透光眼睛會亮 就像握拳的拳頭是 把手掌塗黑就是你手開燈是看不到的 的一個差異喔 好然後呢我把這次換成發炮手好了 因為我燈都已經裝了 讓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手掌發亮的部分 所以我一個把它換 換成發炮手 一個把它換成可動手的部分 等一下大家看一下 這一支的角度 另外一個手把它換成可動手 另外一個手把它換成可動手 然後把剩下的東西拿到旁邊去 好然後 讓大家看一下說明書啦 雖然說明書裡面 會有一些 說明的部分齁 可是呢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先把說明書拿出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說明書的部分齁 那說明書的部分齁 基本上一樣是一張紙 大概講的就是要從哪裡去 裝電池的部分 然後講到底座是不會亮的 叫你不用拆後面的螺絲孔 然後背面的部分 就是這邊是手從哪裡裝電池 然後再來講一些可動的一些範圍 所以大概講的腰部啊 臀部啊 可動的部分 然後肩胛 那這支唯一可動的就是肩胛 跟胯下比較特別一點齁 那這是 它的說明書的一個 一個介紹 那這個部分呢 我就把說明書放回來齁 說明書其實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它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方便就是你到時候 比較不會不小心把它弄壞掉 或是你要裝什麼東西 你不會找不到 最主要是電池要從哪裡拆啦 這 有時候看說明書 它不是每一支 鋼鐵人都是拆 同樣的地方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主體齁 好那主體的部分呢 其實這一支 它的黑色地方看起來很像卡蹦 就是那種 碳纖維的部分 它其實並不是齁 它就是一樣 塑膠 然後雕刻的質感 那那個 像卡蹦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裡面是有銀粉的 所以你可以感覺得到 裡面有銀粉的感覺 好那再來呢 這支 開始也有所謂的水貼了齁 所以可以看到它上面 其實不能說水貼啦 就是有這些 警告標誌的貼紙齁 這是 之前鋼鐵人都沒有的齁 就NK38跟這一支 才有齁 你可以去注意以前的鋼鐵人 其實 上面都很乾淨齁 唯一有附的應該就是NK35 那你還要自己貼 那這支比較 比較好笑啦 因為自己貼貼紙 基本上它附的就是一般紙的貼紙 貼上去也會掉 好那這個呢 就是它的正面的部分 那這支還是有做一些 些微的舊化 但不明顯啦 所以它 你看它這邊有舊化 然後這邊呢 有故意就是 因為這邊是噴射孔嘛 所以這邊有故意 像排氣管熏黑的一個 感覺 然後手上也有一些 刮痕的部分齁 所以這是故意的舊化 你千萬不要 以為你拿到的是二手刮傷人 然後去跟野獸國幻 那你在FB上就會被人家笑 好OK 好那這個呢就是 要注意的地方啦 那刮傷的部分 不一定每個人都一樣啦 因為之前NK38就大家說 刮傷大家畫的很隨便 然後每一支都不一樣嘛 可是3A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所有的刮傷都是一樣的 可見的它是 真的在舊化上 真的是很規劃過齁 那這 它透以的就沒有啦 所以它 大家舊化應該都不太一樣齁 看那個阿婆的心情 今天畫的 畫的怎麼樣 就畫哪裡齁 好那這是背面的部分 那白色的部分呢 其實 它就是像紅色的 的感覺 所以它白色還蠻有 金屬感的 亮面 然後加上光澤 然後在轉動的時候 你不要看得出來 那黑色的地方呢 其實它也是有光澤 只是它是霧面光澤 然後還有銀粉在裡面 好那這個 然後再來膝蓋是 銀色的 然後 手這邊呢 是 算是金色跟面具是 一樣的一個 部分 然後腳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一樣有噴射孔 可是這個噴射孔 不確定它是不是噴射孔 可是這個噴射孔 這就沒有做舊化 旁邊也沒有做噴黑的部分齁 那可動的部分基本上 所有的鋼鐵人都 差異不大 那我們來介紹這一隻 可動的一個特色齁 首先 說明書裡面有講的齁 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這一塊 手的部分啊 是可以 你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拉出來之後 往前的 只是它只能往前啦 很奇怪啦 它跟 NK42不一樣 NK42是拉出來之後 你可以前後 那這個轉出來之後 它是往前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 往前翻的一個部分 好 那這是它的手的部分 比較特別的地方 這兩個 都可以往前轉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翻的 翻出來的一個部分齁 這是 這應該是 目前唯一一隻 是這樣子翻的 那之前的都沒有 那也跟NK42是 不一樣的翻法 那這是手的部分 那 手碗看說明書幣沒有說 可以往下拉 然後我剛才實際試了 它也不能 往下拉 可是 NK35是可以的齁 NK35的手碗是可以 往下拉一點點 好 那 可動範圍我們來看一下齁 手碗的部分 你大概轉上來 它雖然是兩個 兩個關節 可是90度已經是極限了齁 因為會被上面這個 盔甲擋住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部分 這一片當然是有彈性的 那 因為這個可以拉出來 所以這個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還蠻 就是活動性上 在 手臂上面還蠻大的 那你可以就是擺 這顆球 這顆球 我的這一隻 手臂的 右手這顆球 有點鬆 其實 轉的時候蠻緊的 可是很容易 就是一轉的時候 就 就掉下來 可能是角度的關係 不曉得是我轉的角度不好 還是怎麼樣 好 那這個就是 這個部分 它 手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還有 兩個關節可以轉 就是上臂的地方 還可以做 翻轉的動作 因為 手臂這邊是不能翻轉 可是上臂是可以做翻轉 你就可以做 比較像 符合鋼鐵人的一個 發炮手的一個姿勢齁 然後再來這邊 這片呢 基本上就是像NK5一樣 所以就小心一點 不要把它 弄斷了 可是這次的設計 感覺是 比NK5再來的 更 更紮實一點齁 所以比較不容易 斷 我說的啦 不要斷的來找我就好 OK 好 這是手臂的部分 那腰部的部分呢 也有關節齁 所以你可以看到 腰部的拉起來 那這個腰部關節 其實 好像 從NK起 就已經有了 我已經忘記了 反正腰部有關節 那 這邊呢 就是有一片一片一片的 好 所以你可以 增加腰部的活動範圍 可是一樣沒有 沒有很大 你可以看到 這是大概腰部的 關節的部分 就是前後左右 大概都是差不多 10到15度 的一個 腰部的一個 關節 好 那這支臀部一樣 是不能像 合金板去打開的 所以它沒有按鈕 可以去做 可是它的腿 跟NK3 3一樣 是可以下拉的 所以我們把腿 把它下來 讓大家看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 從這邊 你可以看到 它腿跟NK3 3一樣 這一個 是可以上班跟 跟下拉 所以可以增加 腿的一個範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下拉之後 長短腿差異的 其實還 還蠻大的 可以看到這個 的一個差異 有上推跟下拉的時候 尤其這邊的扣隙 那這可能方便你做 抱地啊 或是一些比較大的姿勢 那前面這兩片 基本上它這內褲已經是 很符合 然後這也不是軟的 所以不是那種 軟膠內褲齁 那你就不用擔心 就是 久了會變形啊 其實黑色 並不太可能會褪色 那這片也不能 翻起來 不像核心板的 這邊是可以翻 左右這兩片是可以翻的 而且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彈性的 也不能說有彈性啦 應該是說 它裡面有那種彈簧 可以 把它反彈回去 來增加你的 可動性 那當你腳往下的時候 其實往旁邊翻的 可動性會稍微大一點 但是 也沒有大多少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還是 沒有辦法做成 劈腿齁 就是打開還是只有 只有這個角度齁 就是雖然它做了很多努力啦 可是 活動性還是沒有 沒有想像中 那麼的 那麼的大 好 那 往後轉呢 因為內褲也是硬的齁 所以往後轉基本上 一點點角度而已齁 然後這隻腳往前轉 往前轉的角度 比較大 其實 接近90度 然後往後轉呢 就 沒有 沒有辦法 那膝蓋的部分 這邊有連動 你可以看到 好 那膝蓋的部分一樣 90度已經是 最大的角度 然後這是 腳往下的部分 好 那這也是腳的一個 最大的角度齁 然後 一樣齁 合金板的腳 腳踝是可以往下拉的 那這一板也不行齁 我試過了 好 那說明書也沒寫 通常就不行齁 如果有說明書應該會寫 所以這一說明書只寫了 胯下可以往下拉 然後跟 肩膀可以往外拉的部分 所以大概就是 這兩個部分呢 是這一支的一個 特色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燈的部分齁 那我們來大概講一下 它燈大概 亮的地方齁 裝的地方齁 首先是頭 頭是沒有什麼問題齁 頭就是把頭蓋打開 那你就可以做到 燈發亮的部分 然後把頭蓋 頭蓋 頭蓋就從後面要把它 掀開啦 那 有時候在搬頭蓋的時候 很容易 就把頭拆下來 那我們稍微把它 因為它 這次的頭蓋其實是戴面具的 所以比較 比較難 難開一點齁 之前的頭蓋就是單獨 只有 頭蓋並不含 面具的這一塊 好 然後把頭拔起來 比較 比較有拆頭蓋 好 那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好 這次的頭蓋就是 含 含面具這一塊 所以它比較難拆 因為它整個L型 打開之後上面這邊就可以 裝電池 然後把它 開亮 那裝上去一樣 先從下巴 裝回去之後 再扣回去 那這個就是 頭的部分 好 那手的部分呢 手的部分 從手的內側 也就是這裡 這一片可以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呢 一樣這邊可以裝電池 然後手可以 打開 好 這隻手又掉下來 然後扣回去 OK 然後另外一隻手 一樣我會把燈都打開喔 讓大家看一下 它可亮燈的部分 好 那這是燈 然後最後就是 胸甲的部分 胸甲的 這一塊 就不是從前面喔 這次是 後面的部分 那後面這部分啊 這一塊最好就是 把腰部的關節拉上來之後 你這邊才有空隙可以把它 扳起來 如果你沒有把腰部關節拉起來 這邊不容易把它扳起來 然後第一次扳會比較緊 因為 它有上漆喔 會有點 卡住 我第一次扳也是用 它附的那個透明卡榛把它挖出來 可是 開出來第一次之後 後來裝回去再開就很容易了 好 那再來呢 這個就是 開關 那其實我一直覺得 它透明把開關藏在裡面 其實不怎麼好 因為 每次要開開關都必須要把 那個電磁蓋後面打開 然後再去做 再去打開開關 那它怎麼 不把開關設計在外面 其實早期把開關設計在外面 其實還比較方便一點 甚至我覺得 你就做 因為你的那個 格納褲也是做紅外線遙控 你乾脆把燈做紅外線遙控 相信會更多人覺得 很滿意 好 那這個開關的部分 我把它打開 那這支特色呢 就是除了 胸甲 胸甲燈 你可以看得到 之外 我們把這個主燈關掉 你看到胸甲燈之外 背面 它的 噴射器也有燈 這是它的一個特色 所以這支呢 其實有燈的地方還蠻多的 個人覺得是做得非常的細 那可惜的是腳底沒有燈 既然都做了應該 連腳底都把燈做上去 會感覺更有 更有誠意一點 好 那這呢 就是這一支的 角色的部分 那最後一樣 讓大家看一下 轉轉熱的部分 那 我覺得這支呢 其實是非常 非常值得的一支 就是如果 你還沒有訂呢 可以考慮去 去訂一下 至少它現在的價格 應該還可以接受 雖然不能說 漲價 可是我覺得它可能不會像 之前早期那幾支 疊價 因為相對的量比較沒有那麼多 好 那我把它 卡上去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各個角度的一個部分 我還是用 讓它用站的啦 不然它可能會倒 就把它回到正常的 站姿 好 這應該是 少數開箱裡面 沒有掉零件的 好 好 那我把它站好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 各個角度 看一下特寫的部分 好 那你可以注意到 某些地方 其實都有做 故意舊化的感覺 那因為有反光 所以我稍微 就是 轉動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個是 上半身的部分 那其實最明顯的就是 肩甲上的那個噴射器 其他的其實沒有 刻意強調什麼 舊化的部分 好 那最後呢 轉轉熱的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 各個角度 好 那在轉轉熱的同時呢 也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 大人玩具開箱 那這次的 NK39呢 我個人覺得其實 第一個它的顏色 是比較少數的 基本上之前都是 紅色嘛 配金色的部分 那所以 白色的這隻 算是非常特別的一隻 鋼鐵人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隻 NK39的部分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 大人玩具開箱 同時呢 相對如果任何需要預訂啊 或是購買的玩具 也都歡迎 找我這邊做洽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NK39 K39 帶進去